4月9日,电影斩毒举行开机发布会 据了解电影斩毒讲述的是我国西南边境 一名退休警察协助嫉妒战士们 与毒枭团伙应勇搏斗有关正义、勇敢和忠诚的英雄故事 汇集了枪战、卧底、警非等多重元素 施展是我国嫉妒警察 斩获国际毒枭组织的嫉妒警非动作片 预计在惊吓开拍 发布会上,众主创业细数亮相 其中该片的林仙主演 国家一级演员李游斌 将在片中扮演一位基层的退休刑警 虽然脱离工作一线 但也在嫉妒行动中 丽莎不可获取的战功 谈刀以口碑注穿的这位老戏骨 为何会选择出演这部电影 李游斌透露最开始收到邀请的时候 就被剧本故事吸引 既吸引又很感人 片中人物命运走向也很忠心 在采访中 李游斌表示 把这部戏演好是一种责任 我也说不太明白 反正呢 我们尽量的去演吧 尽量的把角色演好了 但是我觉得 今天啊 这个 搞极度工作的 这个 这个 贾院长讲的 我 讲的我出谋惊心 我觉得 这个毒品这个东西 确确实实是 应该引起 这个 所有的人 来这个 注意 关注 我们这部电影 作为一名演员 我觉得参加这样的作品 我觉得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种责任 当然了 也要把故事 拍得好看一些 觉得毕竟是一部电影 片中 其他四位主演 也依次上台介绍角色 因主演 吕德水 李查的姑妈等电影 被观众熟知的演员 韩燕博 说起事业的角色 称这次将挑战 一个不一样的反派 几具神秘感 挑战就是 演一个不一样的反派 然后 这是一部有功德的电影 怎么能用 就是 大家看到这部电影里的 我这个反派 然后对毒品 更加的远离 我觉得是我的最大的挑战 电影展督 极具普法教育仪的同时 也颇具看点 到场嘉宾 以及出品方领导 上台语展督主创 主演等合影留念 相信这部充满 正能量的几度片 会成为市场之后的追逐热点